大家好,欢迎收看巴士迪点评 阿富汗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美国制度的缺陷 最有资格说这句话的人应该是美国学者 而且是美国著名的日裔政治学者 弗朗西斯·福山 因为福山是《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一书的作者 他在1989年《铁木崩溃》时 先发表文章,再出版这本非常著名的书籍 讲述美式民主制是终极的制度,是历史的终结 大家想象一下,在1989年《铁木崩溃》的时候 由东欧的政权不断倒台 东德柏林围墙倒下到苏联解体 在二战后,美国几十年的死敌苏联 一下子徒崩瓦解 冷战转眼间结束 美国人的自信心一下子高涨到顶点 而福山的理论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产生 福山当时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 全球民主化浪潮之后 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将会成为主流 是资本主义阵营的胜利 说穿了就是美国的胜利 但是随着中国崛起 这种观点是否还能站得住脚就大受质疑 2017年出现的特朗普时代 2020年新冠疫情以及最近发生的阿富汗事件 美国选举制度产生出来的种种问题 让人不禁要问 福山在1989年指西方民主制的胜利 在32年后的今天看 更像是一场噩梦 随着塔利班占领喀布尔 福山近日在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文章 他不再认为美国的制度是历史的终结 反而相信阿富汗事件是世界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 美国时代的终结提早来到了 而这一种衰落主要是美国内部原因所造成的 他呼吁美国放弃霸权的妄想 先解决内部问题应对中俄的威胁 我们先看一看福山文章的重点 福山说美国支持的阿富汗政权垮台 绝望的阿富汗人竭力要逃离喀布尔 随着美国与世界渐行渐远 阿富汗这一个恐怖的画面 显示出世界历史出现了重大的转折点 而这件事情反映出的真相就是 美国时代的终结提早到来 导致美国虚弱和衰落的长期因素 更多的是来自国内而非国外 美国仍然会在未来数年保持它的大国地位 但是它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力 就取决于解决内部问题的能力 而不是它所执行的外交政策 从1989年柏林围墙倒下 到2007年至09年金融危机爆发 美国的霸权独占凹头不够20年 那时候的美国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 诸多权力领域都占有优势 它最狂妄的时期出现在2003年 美国入侵伊拉克 当时它不但想要改造阿富汗和伊拉克 而且还想改变整个中东地区 福山提出了美国的问题有几个方面 第一 正如美国低估了本国自由市场经济模式 对全球金融的影响 它也高估了军事实力对政治的影响 以为单凭武力就可以引发如此大的政治变革 经历了十载 美军深陷在这两场游击战中无法自拔 由美国领导的全球化运动 引发了严重的不平等 而一场国际金融危机 更是让这一种不平等雪上加霜 第二就是 对美国全球地位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国内形势 美国的社会呈现出严重的两极分化 几乎在所有的议题上面都难以达成共识 这种两极分化始于税收等传统政策议题 但此后就演变成了一场有关文化认同的激烈斗争 认为自己被精英集团边缘化的人群要求得到承认 新冠肺炎危机就加深了美国社会的裂痕 保持社交距离 佩戴口罩以及是现在的接种疫苗 都不再被视为单纯的公共卫生措施 而是划分不同群体的政治标识 从冷战到21世纪初 美国精英达成了一个强烈的共识 美国要引领全球政治 但是消耗人而又似乎永无尽头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不仅使许多美国人厌恶类似中东这样的麻烦地区 且也使他们不愿再卷入一般性的国际事务 第三 美国国内的两极化又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外交政策 在奥巴马执政期间 共和党人持鹰派的立场 指责民主党人想要重置美俄关系 并且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抱有天真的幻想 后来前总统特朗普公开拥抱普京 扭转了这个局面 如今大约一半的共和党人认为 民主党对于美国生活方式的威胁比俄罗斯还大 在中国问题上两党的共识更加明显 共和党和民主党都认为 中国是对民主价值观的威胁 但共识也是到此为止 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更大考验 是来自台湾而非阿富汗 极为如果台湾地区受到中国大陆的直接攻击 美国应该要如何做 美国是否愿意为了这个岛的独立 而牺牲本国人民的性命呢 又或者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美国是否会冒险同俄罗斯发生军事冲突呢 这些都是不容易回答的严峻问题 但各方可能都会戴着党派斗争的有色眼镜 去进行一场有关美国国家利益的理性辩论 第四 美国的两极分化已经损害到了它的全球影响力 更不用说未来的考验 外交政策学者约瑟夫乃说 美国国际影响力大小取决于所谓的软实力 即美国制度和社会对全球人民的吸引力 这种吸引力现在已经大大减弱 美国已经很难说美国的民主制度近年来运转得良好 或者说所有的国家都应该效法美国的党同伐意和功能失调 成熟民主的标签是国家权力能够在选举之后和平移交 美国并没有在1月6日通过这一次的民主测试 执政7个月以来拜登政府最大的政策败笔 就是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去应对阿富汗的迅速崩溃 扶山的结论就是美国不太可能恢复其早先的霸权地位 他也不应该抱有这样的想法 他所能怀有的期望是与志同道合的国家 一起维持一个有利于民主价值观的世界秩序 他能否做到这一点并不取决于他采取什么样的阿富汗的短期行动 而是取决于他能否在国内恢复民族认同感和树立一个共同的目标 看完扶山的文章会发现他在1989年历史终结论虽然犯错 但他对美国现在面对的内部问题还是分析的比较透彻 美国最大的问题是国内的两极分化 已经严重磋伤了美国在全球的软实力 而阿富汗事件更加标志着美国时代的终结 这是划时代的事件 并不是美国人一般相信这件事很快就会过去 看完一个美国学者对阿富汗事件的评论 我们再看一下中国学者怎么看 兰州大学阿富汗研究中心主任朱永彪教授 解答了几个外界关心的阿富汗和中国的关系 第一 在网络上出现的将塔利班迅速取得军事胜利 和当年人民解放军打败国民党军队相提并论的说法 塔利班以农村包围城市 究竟两者可否相提并论呢 朱永彪说 塔利班和人民解放军完全无法相提并论 事实上 塔利班目前在阿富汗国内并未赢得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阿富汗人民对塔利班的好感度并不高 塔利班只是利用了阿富汗的传统部落社会准则 其实普什图人的土著文化规矩 而普什图族虽然是阿富汗最大的种族 但它只占阿富汗人口的40% 多数的阿富汗民众对于塔利班的历史记忆 也就是2001年倒台之前的统治方式 和近乎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 还是非常担忧的 当然现在塔利班也在试图向民众展示新形象 它也在试图进行改革 目前来说 塔利班属于一个比较复杂的阶段 很难用单一形象去描述它和定义它 未来仍然有待观察 第二 阿富汗局势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有什么影响呢 朱永彪说 阿富汗局势如果能够实现稳定 对一带一路肯定是锦上添花 但如果阿富汗的局势维持现状 又或者是恶化 也不会对一带一路的建设 形成根本性的冲击 因为阿富汗不是一带一路的核心节点 尽管阿富汗的安全形势 直接对中国形成有形影响的可能性较小 但无形的意识形态冲击就会比较大 也就是塔利班再次掌权 可能会刺激极端势力 有可能改变他们的发展策略和行为方式 而且意识形态方面的冲击更加深远 防控的难度就大大增加了 第三 塔利班希望中国积极投资 参与重建阿富汗 中国今后应如何参与阿富汗事务呢 朱永彪认为 今后中国在建设性地参与阿富汗事务时 在战略层面应尽力避免 过多地卷入阿富汗内部事务 在具体问题层面 中国更加积极的同时 也应该要更加谨慎 在向阿富汗提供更多的 力所能及的帮助的同时 也要科学评估阿富汗局势的前景 以及深度参与阿富汗事务后 可能带来的一系列影响与负担 对于扩大对阿富汗的投资的可能性 和潜在风险 应该进行认真的研究 并且在某些方面积极作为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 对阿富汗事务上的